我心呆是无人 你转眼你哭 我们的心底叫我为着你 我跟陈董本身以前就认识 有一次的聚会我们就在聊 他也蛮支持我的 所以后来我们两个就一起来做台北复华这个品牌 经过我们的团队 大家在商讨这件事的时候就想说 客人必须要有一个很舒适的住宿环境 然后也要让客人熟悉像家的感觉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slogan叫做 游走天际欲见熟悉 曾经有碰过两个外国人 因为被外观吸引 然后他就很好奇的到柜台来询问价钱 因为他是自助旅行的客人 然后他也跟柜台表示说 我很想要住这里 可是我的预算有限 后来我们柜台就协助他来跟主管讨论到这一块 那我们也觉得说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外交 所以后来也有让他住进来 那客人在离开的时候也非常非常感谢柜台 等于是给他一个很特别特别的优惠的价格 目前有六七个店 大部分都是在离结印大概走入五分钟就可以到达 我们现在目前都是用店长制的 只要在一个店里面让他身为店长 我们就会让他有发挥的机会 那甚至于说未来当作我们的合伙的伙伴 就给年轻人比较有机会可以去创业 现在目前很多人自由行的客人 他也会去透过评语 就是看你平的好不好 这家饭店怎么样 然后才去决定要住哪一家 敦北馆这边当初我们的想法是说 就是跟其他南港或者是松江那边做一个区隔 那就把它命名为简单 一般我们认为说最简单就是最幸福嘛 设计跟摆放的东西部分 我们就让他比较随性一点 那我们在每个礼拜二都还有请一个跨的老师 在现场搬客人 前面十位都不用费用 目前其实在招募员工部分 我想所有旅馆业大家都是比较欠缺吧 因为现在开饭店开太多了 然后一直在开心的 那员工训练一定是来不及啦 就会流动嘛 我们当初想说做商务旅馆 可是商务旅馆也不是可以做旅游嘛 所以在旅游这一块自由行这一块 尤其是最近我们观光局那边跟大陆那边有几个省 大概26个省吧 都已经有开放自由行了 Simple这个馆它一开始它就没有接团体了 那自由行目前来讲26个省 其实好像也没有完全的量都很多 那也许未来会更多 因为团体减少之后 如果相对的他们自由行的 当然就是一定会时间会拉的比较长 那团客的话可能五团六团就整个就客满了 可是我们还是坚持我们的目标 希望除了新北市跟台北市之外 我们希望可以再拓展到另外的地方去 把台北富豪的品牌带到另外的城市 希望是每一年可以展一家店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对自己的比较紧绷一点 但是后来我做的Simple以后我就觉得好像简单 好像比较舒服一点 所以后来我对自己的一些生活部分 包括我自己的一些习惯 我就把它改得比较轻松一点 那对自己压力也不会那么大 刚开始我们也一直很挣扎说要不要去改变 后来经过大家的一些讨论就觉得说还是可以改变一下 因为我们一直认为说台北富豪这个品牌 其实已经走了一段时间 所以可能大家会比较了解 那你要用一个Simple的这个品牌 到底人家能不能接受 可是后来我们发现说其实也还都不错 就是第一个就是可能来住过客人 然后在网路上面有一些评语 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做了一些行销 我觉得大家对这个品牌的肯定都还算不错 观光工厂 师母台湾 赞